我們討論牛敦第二定律 先拿一支筆 牛敦第二定律很出名 第一定律我們先前已經講過 如果用文字的版本講的是什麼 即是說物體的加速度 即是A 就與物體的淨力 F乘正比 好,只是講這句 即是說A就與F乘正比 好了,接著就怎樣呢? 這個加速度就與物體的質量 質量是m 乘反比 所以A就與這個質量m乘反比 好了,而加速度的方向 和淨力的方向就相同 這個很容易理解 好,將這兩個關係 我們就把它變成一條數學公式 即是有這樣的關係 即是加速度與淨力乘正比 與質量乘反比 好了 好,那麼這些比例的關係 就是比例常數 我們做一些疑漢 即是F 就與這個A乘m 即是ma 我們先改一下 好,就與ma 就乘正比 好,比例常數是取什麼呢? 我們的比例常數k 我們就取1 所以就出現了這一條式 如果用廣東話去記牛敦第二定律 我們就說 就是淨力F等於ma 這個是廣東話記法 實際呢 這個主角不是F淨力的 應該是加速度 原裝的版本應該是這樣 好了 我們知道了牛敦第二定律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多計算 下面我們就說 好,那麼物體的重量 重量w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寫呢? 重量 我們就可以寫成一個物體 有一個地心吸力 有一個重力加速度 原本就是淨力等於 F等於ma 有一個物體 物體的質量是m 如果就這樣放在這裡 即是空間 空中 它有什麼力作用於它呢? 我們就知道重量了 我們又知道呢 它會向下加速 所以我們就知道淨力 F等於ma 淨力是什麼呢? 只是一個重力而已 所以重力就是淨力了 A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W等於mg 好,在這裡要提一提大家 低連班都可能學過了 就是質量和重量是不同的 OK 好,物體的質量 其實就是用來量度 物體慣性的大小 在地球是一公斤 在月球是一公斤 在宇宙邊 我們都是一公斤 質量是不會變的 重量就不同了 重量呢 其實呢 因為我們知道 W就是mg 這個呢 質量是mm 不會變的 在地球的g 重力加速度呢 9.81 或者10 但是去到月球 或者不同地方呢 g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重量 就不是一個固定值 不是上數 但是質量呢 就是了 好 那關於這個重量質量呢 那我們就 下一次再講吧 我們這次就暫時講到這裡